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墨金 說到動畫改編的遊戲作品 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點呢? 世界觀設定、遊戲配樂 還是人氣角色的收錄呢?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 英雄傳說閃之軌跡北方戰役 就是由日本Forecon閃之軌跡系列 遊戲改編的首款動畫同名RPG手遊 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瞧瞧吧! 英雄傳說閃之軌跡北方戰役 是閃之軌跡系列的 首款動畫同名手遊 不僅完美還人動畫 閃之軌跡北方戰役的 世界觀和故事背景 還能相日歷代軌跡系列的 英雄們一起冒險 玩家將扮演拉維安、溫斯雷 一邊探索何謂英雄 並在冒險中不斷成長 玩家在劇情中 將可以化身Q版的拉維 在大地圖中自由探索 除了可以蒐集獎勵之外 還有機會觸發豐富的支線劇情 讓你身歷其境地體驗拉維的旅行 戰鬥系統部分 經典策略戰鬥的要素一樣沒少 在戰場上玩家可選擇角色的位置 分為前列、中列、後列 每個角色都有適合的配置 但玩家也能依照自己的喜好 變換站位 隨心所欲的設計 專屬於自己的戰術 除了站位之外 選擇優先攻擊的目標 施放S技的時機點 也是輸贏的一大關鍵 不僅如此 遊戲也實裝軌跡系列著名的 戰術導力器系統 玩家可以自由組合魔法回路 打造出專屬於你的技能 透過組合不同的線路 搭配不同核心回路的被動效果 玩家將可以讓角色 不單單侷限在原本的定位 在戰場上 你將擁有千變萬化的戰術可以使用 英雄傳說閃之軌跡北方戰役 國際版已經在今天推出啦 將登陸手機雙平台 快與你最愛的軌跡系列英雄們 一起回到賽姆利亞大陸探險吧